民国时期家是显赫的民怨,美貌与气质并存,你被惊艳到了吗? 一,王玉玲,王玉玲是典型的名门闺秀,祖辈经上,父辈未还,是名副其实的名门望族,家族底蕴很足,王玉玲虽出生名门,但是没有一点娇小姐的毛病,非常敌心书达理,她的五官名言,引人瞩目,身边出现众多追求者,这里面有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,但她却不为所动, 然而爱情悄然来临,王埔军校第一位男子张灵甫的学识和儒雅的谈复,让王玉玲从心底折腐,她的内心满满的崇拜感,这对互生情愫的爱人,很快就订了婚,1945年,抗日名将张灵甫和年仅17岁的民国女神王玉玲,在上海结为夫妻,这对英雄才子地狱家人的结合轰动一时, 因为佳话,1947年3月,王玉玲生下儿子张道宇,几十天后却接到张灵甫阵亡的消息,那年他19岁,张灵甫去世后,王玉玲一直截然一身,终身未在家, 二,蒋英蒋英是民国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和蒋左梅夫妇的三女儿,金庸的表姐,浪漫诗人徐志摩的表妹,她自小就接受较为完善的家庭教育,学校教育,从小就喜欢音乐, 还曾经随父亲蒋百里在欧洲旅行,后来进入德国柏林音乐大学学习,1947年前往美国学习音乐,八年后学友所归回到中国,她将自己半生时间都奉献给中国当代音乐教育事业, 1947年,钱学森和蒋英在上海起结良缘,两人的结合堪称艺术和科学完全联姻的爱情故事,包含了青梅竹马琴,也囊括了激情,亲密,承诺三要素,真真是天造的配的一对, 婚后遇有一双儿女,分别是钱永刚和钱永珍,蒋英美貌与气质并存,甜美的笑容令人难忘,可谓是巧笑浅兮,美目盼兮 三,唐英南唐北路,指的是路小曼齐名的唐英,是当年上海滩风头最近的名院,根据春申之文谈及上海的交际名院中写道, 海明院以交际著称者,是唐英,陆小曼时,继织者维州书评,陈浩明,唐英是典型的名门闺秀,父亲唐满安是中国第一个,借助于庚子赔款留学的西医,曾留学德国,回国后担任医生,专门给大家租看病,母亲徐一珍是金陵女子大学的首届毕业生,哥哥唐于卢是宋子文的基要秘书, 家族底蕴狠足,有一次英国王室来访问中国,唐英曾受邀表演钢琴和昆去,当时的各大报纸上登了他的大幅照片,风头盖过了王室,唐英成为交际厂商,一朵最耀眼的玫瑰,唐英一生有过三段情感, 英俊潇洒的宋子文,护上豪商李云书的公子李祖法,中国留学生之父荣红的侄子荣贤林,他始终追求着自己所喜欢的。 四,宋美龄宋美龄是宋家的三千金,早年就在家里学习了英文,英文功底非常的扎实, 从小就学习琴棋说话等才艺,颇有才女的风范,宋美龄曾随二姐宋庆龄到美国留学,并读了女子大学,因此她的身上有着中方和西方互融的文化。 1927年12月1日,宋美龄和蒋介石在上海结婚,他们的婚礼无疑是像是人宣告,蒋宋联姻,中美结合,宋美龄成为中华民国第一夫人,因不同寻常的阅历和家庭,家族背景, 她很快便在中国政坛上展露头角,伴随着视她优雅,美丽的一生,宋美龄是具有很高的政治成就的,她凭借较高的文化操养和,自身良好谈吐形象,在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女性形象,也凭借了自己的实力为国家所效力,她的一代成就很为人们所传颂, 祝奇文解密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图片来源互联网,版权归属作者